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盤後的股市同學會 今天這個大盤 我相信大家 還在幹嘛 害頭對不對 為什麼害頭呢 開盤 大家很開心 哇塞 漲了110點 大家想說這個沒問題了 因為 又在這個比之前的高點 17516更高 大家就非常的開心 這個絕對沒問題了 要穿多少 穿萬倍了 但是不好意思 開高走低 結果收盤只小漲32點 所以這個盤到底要去怎麼看 我常跟到這邊會講說 我都是規劃未來 那你能夠聽得下去 那當然投資朋友恭喜你 你就知道該怎麼去做了 就像我從10月31號 就跟你講會反彈 一路在跟你講的時候 一直到了10月22號 對不對 我還是跟你講 每次都喊萬八 每次都喊萬八 投資朋友 已經發多久了 五次了 已經發多久 這次發多久 發多久 15天了 投資朋友 對不對 你自己去想想看 已經喊了15天了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在那邊震盪15天了 從那個14 大家還記得 那時候衝到17421的時候 大家這邊喊萬八 結果晃了15天 你都沒有看到萬八 15個是交易日 不是15天 是15個交易日 那15個交易日 就已經快要怎麼樣 超過已經超過半個月了 半個月只有10個交易日 所以投資朋友你自己去想想看 為什麼你會看不到萬八 你有沒有去想過這個問題 對不對 那甚至於挑戰17500點 挑戰了兩次都失敗 我們今天收盤是17450點 17450對不對 那為什麼是這樣 你有去想過嗎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現在你自己去把這個 邏輯把它想清楚 你就知道你現在該怎麼做了 而不是每天一開盤就搶股票 一開盤就搶股票 尤其最近市場很流行什麼 當沖隔日沖 沖沖熱 有沒有 躺多少又躺多少 今天就笑不出來了 因為開高走低 我不知道投資朋友有沒有聽過 十沖九輸 為什麼 因為你做當沖隔日沖 你基本上是跟基本沒有無關的 說得難聽了 你現在做當沖隔日沖 就是怎麼樣 就是在搶股票 就這麼簡單而已 你只把股票當作賭博的工具對不對 我賭他 今天會不會漲 我賭他明天會不會漲 就這樣子而已 這不是搶股票 這是什麼 這哪叫投資 根本就不是 那重點來了 你自己去想想看 這震盪的15天 為什麼大家到後面會變成 大家都要做什麼當日沖 隔日沖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答案應該很明顯吧 就是沒有主流嘛 每天都改朝換代 對不對 今天漲停辦的股票 明天不一定會漲 而且還有的還變成昨天漲停 今天跌停 有沒有是不是這樣 為什麼是這樣 你敢去想過 所以投資朋友 你不覺得現在做多已經做到怎麼樣 根本就是在賭博嘛 投資朋友 你不覺得現在這個行情就是這樣嗎 大家都在擲 那到最後呢 你認為這種盤可以沖到萬八嗎 你自己把這樣的一個邏輯思考清楚嘛 如果每個人都只跑短線 然後做當沖做隔日沖 當天沖上去就被賣下來 或是隔天又被賣下來 就今天買隔天又被沖回來 我想請問你 法人要拉嗎 主力要繼續拉嗎 你以為他錢多嗎 拉給這些人去做當沖賺錢 然後自己套在那邊高點 在那邊傷腦筋 你覺得有可能嗎 不可能嗎 所以為什麼你可以發現這陣子 很多人做多去追在高點 轉強了趕快去追 過高趕快去追 剛好是追到比之前的高點更高 有沒有 我昨天是不是這樣講 我不是只有昨天 上個禮拜我就講過了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自己去思考 如果你今天被套了 那不是不是誰的問題 你個人的問題 因為你已經把股市當作 大家都把股市 當作是一個賭博的場所對不對 你看是不是這樣 這跟這個獲利有關係嗎 跟基本面有關係嗎 完全都沒有 你有沒有覺得嗎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股市變成這個樣子 你認為有機會3萬8 你自己去想這個問題 真正的關鍵不是在電子 而是在什麼 最落後 最最最最最落後的不漲股 什麼股 航運股 如果連這個最落後的不漲股 都已經轉 如果出現轉弱的話 那投資朋友 那就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大盤隨時就要開始怎麼樣 這一波的反彈就結束掉 那結束之後 你要你要去想清楚一件事情 我們這一波的終極反彈 是從12629 彈到這邊來 已經走了多久 一年多 那你認為跌下去會變怎麼樣 你自己去 你自己去那個 稍微模擬一下 這會變得怎麼樣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 你自己去想想看 你該怎麼去做 很多事情 不要說等發生之後 你才後悔對不對 很多事情 正我先跟你提醒 那很多 可是投資朋友 你可能聽到 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做多的財經媒體分析人員 那你看他們現在做多 也做不出什麼東西來 不是嗎 每天在那邊追來追去 剛才有賺到錢 你賺到幾次 我們這樣子講了嘛 你能賺多少 那你又能夠賺幾次 還是說你都是被套的比較多對不對 然後賺每次賺的一次兩次 其他都被套 因為很多投資朋友都是看到什麼 看到利多或是怎麼樣 看到幾漲才去追 那你怎麼賺 你能告訴我你怎麼賺嗎 就像這個什麼 AI股三劍客有沒有 今天大家看到輝達的利多 黃伊加貝斯 下面美國的商務部雷蒙多 因為輝達的這個王仁勳跟他談了 說沒問題了 原本這個雷蒙多 美國商務部的部長雷蒙多 態度本來很強硬 跟他講說 你只要敢生產出來降龜的什麼晶片 我就給你馬上 隔天 改這個新的禁令 經過跟王仁勳談了之後 他說沒關係啦 可以啦 那因為現在這個AI的一般的商用 OK啦 大家看到這個利多認為說 哇塞這個不得了了 趕快去怎麼樣 大利多趕快去搶 結果呢 一堆人搶在開盤的時候有沒有 衝在最高 同志朋友你去看收盤剩下200 最高257變250.5 廣達呢 206變成201 那尾窗呢 92.4變成90.5 不是很多拿這個來衝嗎 當衝隔日衝 你當天今天就怎麼樣賠錢的嘛 不是嗎 所以同志朋友你自己思考看看 現在你做當衝做隔日衝 有錢賺到很多錢 那如果沒有呢 那為什麼這個行情你會賺不到錢 那大家不是在喊萬八嗎 喊了15天了 投資朋友喊到現在你都還看不到萬八 美股不是有已經創新高了嗎 為什麼我們沒有 你怎麼想到這種問題 所以很多事情 投資朋友你自己冷靜下來去思考的時候 你就發現很多的邏輯 都是不對的 那只是說你每天在被洗腦 我說過嘛 百分之95以上都在跟你喊多 對不對 喊空的沒幾個 投資朋友 第一個喊空不討喜 那第二個喊空也沒人會加入啦對不對 因為盤沒跌嘛 實際上盤沒跌個股都在跌嘛 有嗎 投資朋友你再看地球有沒有 這個地方只要跌破關鍵點 你就要小一點 那再來呢 自貿今天因為營收的財報利空 結果直接跳下去 又套來一缸子的籌碼有沒有 這原本就是之前的多熱門 我還記得 哇塞那時候 大概在這個年中的時候 大家都跟小智 跌下去都沒人說 而且越跌越深 法人的任羊股變成棄羊股 那再來的心通 你看 賈圖破針拉回 這是不是就是一檔非常標準的 如果你看到過錢高 趕快去搶 恭喜你 搶到比之前的高點還要更高 有沒有 不是只有心通 投資朋友你自己去看 太多股票了 尤其是在電子股的身上 如果你最近有在被套的 你自己去看一下 你被套的價位是在什麼地方 絕對不是在近期的低點 都在近期的高點 你看有贏嗎 再來呢 東榮鑫 不是也是一樣嗎 有沒有 他先給你過高 過高拉回之後 又再給你衝一天 你以為要再來一次 不過請不好意思 落到這裡 接下來他就恢復多方缺口了 接下來會怎麼辦 你自己看著辦 對不對 包含像這個紅帽 有沒有 我創高再創高 這檔股票最多人喜歡當沖 結果呢 幾根黑K 投資朋友 連續10根黑K 那代表什麼 你只要去做當沖 溫蘇的 有認識嗎 你難道沒有去發現嗎 你很少看到連續10天都是黑K的吧 10天黑K就代表什麼 這半個月來 你只要有去買紅寶當沖的 然後半個的啦 這樣聽到了 所以我跟同事朋友講 你現在真的還看不懂這個盤在搞什麼事情嗎 只有賞戶還在拚命做多 只有那些財經媒體分析人員 還在拚命跟你喊多 可是實際上呢 法人跟主力 一直在走一直在落跑 12月1號 我們的台幣的匯率重貶了2.15角 12月11號的昨天 我們的台幣又重貶了1.38角 我相信請問投資朋友 這些熱錢為什麼要跑 你有沒有去想過 那為什麼跟現在你所聽到的 一些殘疾媒體分析人跟你拚命的喊多 拚命叫你去做多 完全是相反 你自己去想清楚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也預祝各位投資朋友 操作順利 財源廣進 我們明天見 但寫先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哦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也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之根本 最到實地操方產業 必在收看頻道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財收看 讓你賺進第二份薪水 好